的确我们看到台股今天有稍微反弹上涨 那么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因为政府的银弹奏效呢 在上午一大早 政院就召开了国安基金小组会议 通过了国安基金5000亿的银弹已经上堂待命 而下午的时候先任院长毛志国 也特别出席了工商总会领袖会议 再度针对了企业大佬来喊话了 那么同时今日台股小福的回长也看好了台股的本职 但是台股院就预测第三季的GDP可能会进入保一战 毛志国则认为整个大环境真的太差了 必须要力求出口产业的转型 挥手向媒体致意 财政部长张盛和步入行政院参与国安基金小组会议 经过近一个小时讨论 与会委员一致通过决议授权国安基金是状况进场互盘 规模上限5000亿资金确定上堂待命 今天这个等于是给了一个最后的绿灯 让我们的侄逆随时可以运用国安基金的资金进场 稳定的投资人的信息 丁管会过去几天推出的一些措施 也见识在产生该有的效果 针对前一天台股狂谢政院紧急启动国安基金机制 宣告国安基金随时进场 加上请大型行库加码回补 果然力往狂澜 台股顺利止血 上演反弹大涨走势 行政院长毛志国下午出席工商领袖会议 再度对商业大佬们信息砍话 看好台股本质不担心持续走低问题 至于台经院预测第三季GDP不乐观 将进入保育战 GDP的预测我们一直在下修 那么出口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从景气循环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说就是说这个景气起起伏伏 GDP持续探底毛志国倒是把球丢还给国际市场 全球经济波动剧烈 不仅拖累台股连GDP也惨兮兮 政府两方开得够不够力 还有待观察 华友新闻综合报道